小生豆腐也甜蜜 讓那寂寞在我心裡擴大了面積 別擁抱你我的嚴肅的距離 所以我好願意 讓那些麻衣 變成那圈圈愛你 拔在我心底 小絲好美小螞蟻 拔在我心裡 擴大尤其在那靜靜的寂寞夜裡 它就在我心裡 叫我好想你 想要相思 說是痛苦也甜蜜 讓那寂寞在我心裡擴大了面積 別擁抱你我的嚴肅的距離 所以我好願意 讓那些麻衣 變成那圈圈愛你 拔在我心裡 想要相思 說是痛苦也甜蜜 讓那寂寞在我心裡擴大了面積 別擁抱你我的嚴肅的距離 所以我好願意 讓那些麻衣 變成那圈圈愛你 尊敬的退友們大家好 這是6月3號 文貴向大家報平安的直播視頻 幾天來由於在準備全球新聞發布會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所以說沒有向大家報平安直播視頻 也讓大家休息調整一下 由於6月1號的報平安直播視頻 大家確實是 我看到的咱們退友們有很多的反響 有這樣那樣的意見 我收到了 你把門關上好嗎 所以呢 這個今天的文貴還是 這個本來是說要報五分鐘 這個五分鐘平安視頻 結果呢 很多退友呢 就說 這定的11點 後來北京的朋友呢 就說這個能不能早一點 因為大家想早休息 這個本來我準備的是五分鐘 大家說時間能不能稍微多一點 這個我這樣盡量啊 因為也有退友要求是一分鐘的 所以每次只報一分鐘就夠了 因為微信上好傳播 所以說呢這個 我盡量今天這個三十分鐘吧 好吧 那麼首先我今天我想給大家要談一下 我看到這個這個 我想給大家今天呢 這個 先說一下關於明天的日子 六四 大家聽到這個剛才音樂了 我不敢再停下去 再停下去又受不了了 我這個人多愁善感 這是天真多愁善感 是我最大的弱點吧 這個 這個相思小螞蟻 當時是當年我八弟 和我妻子 我最愛最愛聽的音樂 這個 我八弟的在八九六四的這個 被警察打死啊 雖然不是為六四死 但是呢 他改變了我的命運 在六四的頭一天 我坐在這裡和大家推友們來這個 分享當時這個音樂的時候 這個感慨完全 這個相思小螞蟻呢 本來可以跟我的弟弟和我和我的妻子 這個一直延續到我們的 伴隨著我們的生命 我的弟弟也應該有他的有他的家庭 也應該有他的孩子 但是就在他差還有這個幾個月 滿十八歲的時候 就被這種非法的黑警察給打死了 不但打死了 到醫院裡還不讓他給他治療 這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 什麼樣的社會和體制 能讓警察這麼多年來 到今天還是這麼的囂張 這個我用鮮血啊 這個 記住了六四的這個日子 我用我的這個二十二個月的 失去了自由啊 記住了這個日子 這個當年一九八九年的四月份 我從北京到黑龍江 從黑龍江開著車 這個沿路遼寧啊 沈陽又回到北京 從北京跨河北回到河南 沿路之上那個那個記憶 那簡直是我認為最浪漫的一次這個開車的旅行 而且在我的車上 有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哈爾濱的造反派的這個這個頭 文革主任 還有當年這個哈爾濱很有名的幾個老同志啊 老領導 也後來到了沈陽也見了幾個軍隊的同志 到後來到了北京 紅旗村啊 炮兵部的大院 跟很多軍隊領導在一起 提前聽到了這些老革命對這個事情的判斷 今天回憶這些事情的時候 這個歷歷在目啊感慨萬千 感慨萬千 這個我就不想多說了 因為最近幾天呢 得到了老領導多個老領導的這個勸告啊 沒有警告人家都是也很客氣 但是呢很堅定的說希望文貴這個時候 這個不要在六四這個日子呢說太多的關於六四的事情 同時呢要以這個相向而行 相向而行 不要說太多啊 但是我還是我覺得 我本來我想說的 但是考慮到各方面吧 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我說的多了 這個我郭文貴啊不能撒謊 我這個一撒謊自己就笑了 因為我每天跟這個謊言家們在一起 這個有時候想嘗試撒謊的時候 說說自己都笑了 說我也撒不了 那我說真話呢 那會給我帶來很大的麻煩 也會很多人不高興 可能是很多推友們也會表示不高興 從1989的4月到1989的6月4號 然後到今天28年過去了 這個我真的我發自內心的 我跟很多朋友聊起六四的時候 我都去問他們 我說八九六四的時候你做了什麼 包括當時這個因為六四跑出來的很多這個民運的領袖 我說你做過什麼 他們講述 我說那從那一天到現在你又做了什麼 那麼所有的人跟我講六四的時候 我說你講完了 那是一個歷史 你告訴我 你現在能為他們做什麼 而且我跟很多朋友說 任何一個有良知的 任何一個有良心的 一個中華兒女 你都不應該忘記 但更重要的事情 你不應該用這些英雄的鮮血 來鑄就你的名聲 躺在這些英雄的屍體上和鮮血上 讓你今天變得有名 也就是所謂的紀念 我相信那些什麼樣的回顧歷史 都是對這些英雄們的不尊重 也會讓他們失望 甚至有些人在評價六四 評價六四本身就對六四是個侮辱 六四不需要評價 六四沒有任何人可以評價 包括我們的政府官員 這就是我對六四的意見 如果任何一個良知的人 應該說你能為他做什麼 你又為他做了什麼 這些英雄們和六四 和這個國家為此付出代價的一切 需要的是行動 需要的是傳承 這就是文貴對六四所有的感想 那麼接下來我想說一下 就是六月一號 六月一號 這個我做了直播視頻以後 有一些推友 有一些推友 這個還是極少部分推友 這個說我被招安了 可能被招安了 說這個話的一定不是推友 因為絕大多數是五毛 在六四前夕和最近的兩周 我一再說過 現在五毛和七毛在毛省幾個點上 專門的接受了專業的培訓 就是對付郭文貴的 全國的網警第一個屏蔽的現在就是郭文貴 和有關的字有關的信息 五毛已經轉換了戰略 從過去的直接罵和侮辱 已經變成了和我相向而行 先讚美 然後再懷疑 然後再打擊 包括穿上馬甲 先誇獎一番 然後舉出似是而非的證據 來攪獲我們這些善良和真誠的推友們 包括打著這個幫助和讚美的名義 然後呢這個進行了這個另樣的攻擊 所謂的招安這個詞就是五毛出來的 我們這個推友當中有太多太多的精英和天才了 由於大家的善良 就被這些五毛和七毛們給利用了 包括我們現在那個穿著馬甲的那些大師們大威們 就像這個最近這個一兩個月來 這個李衛東 李衛東啊 還有叫大白熊 這個最近啊 這個說服張立凡先生 這個說服各個人 包括胡舒立 當然是他的合夥人老闆的胡舒立女士 包括其他的大威 到處遊說 就是推動五毛的這個戰略 然後煽動一切大威 來挑削文貴 這個包括了這些盜國賊們 大家看到了 我們的處女潘 潘石屹先生 還有我們的這個 胡舒立女士 都到美國來起訴了 這在一個月以前我就說過了 他們的戰略就是給郭文貴 在美國和海外製造一系列的法律麻煩 然後呢這個想盡一切辦法 在國外媒體上這個執行他們當初的戰略 造謠 污衊 毀掉名聲 毀掉這個文貴的資金鏈朋友圈 那麽我們的推友的這些意見呢 不管是五毛還是推友呢 我想簡單的回覆 那就是文貴從上推的世界那天起 我沒有任何要求推友為我做什麽 我永遠也沒資格要求 我也不要求 很多人說文貴應該要求推友做這個做那個 我不希望推友們要求我做太多我做不了的事兒 當然我也沒有資格去要求推友為我做什麽事情 我永遠不會要求推友為我郭文貴做什麽事情 另外關於被招安 這個詞啊太不適合文貴了 昨天晚上我和幾個我非常非常非常尊敬的幾個朋友 我們吃了七八個小時的飯喝酒 到最後時的我問他 我說你們給我評價評價文貴的結果和未來會是什麽樣子 每個人都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當然了都有自己的意見 基本上跟我的想法都是不對的 文貴的結果非常清楚 第一被殺被暗殺或被明殺就是被殺 第二個結果就是被抓 被誰抓不知道被抓 第三個結果郭文貴僥幸 啊消失滅消失匿跡 第四個結果就是郭文貴一直堅持著郭七條走下去 直到有了一定的效果全部達到不可能 那麽在這四條之前這個保命保錢報仇 我剛才已經說了保錢任何情況下他們把我的錢給全拿走不可能 只是拿走多少只是時間問題 而誰也拿不走甭說是共產黨執掌天下 明天愛孩子到中國執政你他也不能全拿走 報仇那是永遠不可能放棄的 保命那我永遠只要我相信這些盜國賊們有機會 任何條件下一定要把郭文貴給殺掉滅掉 這是永遠的威脅 他不可能有結果 接著就是郭七條 我反對以貪反彈 我相信以習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定會聽進去 我相信會有改變 這是符合全黨全國的利益 我反對的是以警反彈 我相信現在已經有了調整 我反對以黑反彈 我相信十九大如果順利召開 如果順利召開 如果不被盜國賊綁架 盜國賊不繼續在常委裡邊的話 一定會得到解決 以黑反彈以警反彈以貪反彈 這些事情一定會得到大的改變 那麼前提是 我不反習主席 不反國家 不反民族 我從第一天上明鏡的第一期節目 陳小平先生 我就說過我反的幾個人 我反的誰 文貴不是一股腦子 腦子一熱就出來的 我也不是隨著什麼實際的條件 也沒那麼高的智慧 也沒那麼高的智慧 這一切在我計劃之中 三年的爆料不會少一天 但是我需要推友們和我一起 來見證這個歷史 文貴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 我也不寄希望任何人的幫助 我也從來不奢求任何人的幫助 前天晚上一個被抓起來的一個正部級的 也是被打鐵還需自身的其中一個領導的孩子 找到了我 又有聲音問題了 找到了我 這個說叔叔 我看到您的爆料 我現在在某國 我手裡有 現在常委的誰誰誰 政治局委員誰誰誰 他的海外賬號 私生子 特別在洛杉磯的幾個人工獸精 這叫什麼 試管嬰兒的這個資料 還有一些視頻資料要給我 那我問這個孩子 你爸爸既然是 你也承認有腐敗 但有些是冤枉的 有些是被政治打擊的 為什麼這幾年你不出生呢 他給我講了很多理由 我可以理解 我說你給我這個資料 為什麼你就不能去公布呢 現在自媒體那麼發達 你也可以給很多其他媒體 他說他害怕 我說你是想救你爸呢 你還是想讓中國走向法治社會呢 反對以貪反貪呢 你郭叔叔的郭七條呢 他說他就想替他爸報仇 我說很抱歉 孩子你這個資料 你郭叔叔不能要 我也不想用 我不會成為任何政治鬥爭者的工具 你爸爸貪腐是真的 我相信查實的 要比報出來的多得多 我跟你爸孫然那麼多年了 但是你這樣那個孩子 你要明白 你爸爸就是因為你 才做了很多違紀和違法犯罪的事情 而你幾年來不為你父親去爭取 你這時候還是以一己之私 還是僅僅是所謂的報仇 郭叔叔不能成為你的工具 我也不要你這個資料 這就是文貴我做事情的原則和道德 大家可能很清楚 最近我這裏幾乎成了舉報中心 什麽事情都有 找我的什麽事都有 那就我沒辦法數得清了 我最近看這個signal的時候 基本上我就是看這個一開始文字的題目 只要是有爆料有關的 信息重要的我就點擊 如果是問候的或者是沒用的 或者一些無聊的 我就直接就不打開了 我希望推友們能理解 我真沒那麽多時間 我的眼睛真的是看了現在 已經是白內臟青光眼都有可能了 反正模模糊糊 那麽這個孩子的事情就告訴我們 任何事情不能依靠別人 主要靠自己 如果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都寄希望別人為自己做事情 這比所謂盜國賊腐敗還可怕 這也是我們國家一直以來 有趙高李斯 有金上公子蘭 有鄭秀正人物的 成熟不窮的言語 因為我們自私 因為我們懦弱 因為我們最愛講 我們是精神上的巨人 行動上的侏儒 就像很多國外的朋友在問我 為什麽你們那麽多人 對六四這麽多紀念活動 這麽多年他們做了什麽 我說這是我一直以來問的問題 我們用紀念就能讓英雄復活嗎 我們用紀念 我們用在那塊寒劑嗓子 拉幾條橫幅點點珠光 我們就成了真正他們的傳承者嗎 這位孩子對待自己的父親 都如此的自私 他還能對別人嗎 文貴今天坐在這裏 我是拿著我全家人的生命和自由 我全部員工的未來和自由 我年脈的父母的身體健康和生死 和文貴的千億的財富 和隨時面臨著生命的危險 任何有良知的人在懷疑文貴追求郭七條的這種決心和勇氣 當然是別有用心 要悶心自問你自己做了什麽 任何時候評價別人的時候 或者批評別人的時候先問問自己自己做了什麽 自己能做什麽 那麽官一被招安 我先搞清楚今天主題就是盜國賊與國家的關係 我不是梁山柏上的宋家 我也不是梁山柏任何人物 我沒有與這個國家為敵 我沒有與國家為敵 我也不會與國家為敵 我也沒有必要與國家為敵 我也沒有必要與國家為敵 我也不與習主席為敵 我也不與這個民族為敵 多少人不希望我和北京好 善良的任何有正義的退友們 我的就我的員工難道不對嗎 我的家人只剩我一個親侄女 現在在裏面關著 剩下的15個人都是我的員工高管 中國這些年已經900多萬人 掀扯到各種所謂反腐的案件當中 有多少個老闆繼續給員工發工資 負責家庭生活一切費用 每家給派穿車請最好的律師 還有不惜一切代價的 要把我的員工救出來 中國有本事的老闆舉舉手 看誰做到了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有事實 大家可以去驗證 我救我的員工難道不對嗎 我為了救我的員工 我為他們跪下 我為他們給偷打 甚至實際自由 我都值得 我連我的員工都不要了 連我的侄女都不要了 你覺得我會要退友 要理想嗎 這現實嗎 我在中國現在沒有任何所求了 只是我員工的自由而已 關於那些資產 依法給就給 不給拉倒 如果不給是中國私營企業的災難 所以我怎麼會被招安呢 我一不圖官位 你給我什麼官我也不會參與這個官位去 二我不求名聲 三我不求利益 我何來招安呢 任何一個有腦子 任何有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 郭文貴為止付出的代價 豈是招安能所了結的嗎 郭文貴在這個爆料這幾個月和過去 截下的樑子得罪的人 那我們的處長潘潘石屹先生 黃燕女士那小手 懷孕的小手 郭文海的該吃吃該喝喝 啥事不忘心裡喝 那徐子斌的民族證券的老總 那盜國賊們 那王基站書記都讓我爆料了 那傅政華都被我爆料了 那我回到北京是什麼結局啊 用老領導的話說 你一下威脅一百川就砸死你 沒人能保留你安全 我能被招安 我招安了 我甭說一百個習近平主席 也保證不了郭文貴在中國的安全 因為誰他都控制不了中國百分之百 他怎麼可能能保護郭文貴呢 多少人現在就在這身邊騙他 多少人想對習主席不利啊 他能保護了我嗎 那就甭不受別人了 別人保護我那不就是騙我嗎 把我當孩子耍嗎 我在我這個紐約的樓下發生了多少事情呢 我就是不能給推友說有意義嗎 我從來不想把負能量的事情傳給任何人 包括我的家人 因為恐懼和害怕解決不了你真正的恐懼 解決恐懼的唯一方式就是實力 和忘掉恐懼和面對恐懼 所有的抱怨都是無能和懦弱的 任何有能力有理想有執行力的人一定不會抱怨 也不會隨意批評別人 我頭兩天批評了一些媒體上的人 原因他們的背後全是盜國賊 這就為什麼說盜國賊和國家它不是一個等號 頭兩天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老領導 給我打電話 我聽他講完以後我問他幾個問題 我說我揭發這些盜國賊 是不是等於就是叛國 他說不是 我說我揭發了這些人腐敗 是不是就是叛國 不是他說 我說我揭發的過去這些那麼多事情 我提供的證據你可以印成兩本書了 在中國反腐歷史上有過沒有 他說沒有 我說我揭發的這些人 他是不是就是代表著國家 他說他們是國家公務員 他們的行為不代表國家 我說那我問你們 那何來的讓我要維護國家利益呢 郭文貴現在所作所為就是在維護著國家的利益 我怎麼成了反對國家了呢 我怎麼成了叛國了呢 你一口一口讓我維護國家利益 一口一口就要維護著民族的利益 這些人就是代表國家和民族嗎 我說連我們偉大的民進的和平先生都沒把這事情搞明白 那陳曉平先生是我認為最有法律博士水平的 他們也沒搞明白 就沒人說這些人是否代表國家 這些人的行為是否代表國家 耿崩說代表民族了 這些人的所作所為 是個人行為還是國家行為 如果说这些人我爆料检举揭发不合法或者虚假 国家应该以国家的法律或者他们个人来用司法手段来面对 你像潘石屹先生到美国起诉我胡舒立女士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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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 我们终于可以不用供下三路 不用录制郭文贵三邪视频强奸女员工 让马建福部长出来游街来斗郭文贵了 我们可以通过文明现在最文明的社会最基本的逻辑法律 求个是非求个对错求个黑白多好啊 潘石屹先生胡舒立女士求求你们千万千万不要撤诉 千万千万你们不要和解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 我们能在美国向全中国的私营企业家 向全中国的所有被妖魔化的人 能得到我们新人的法律系统得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这将是创造历史 可是我想说的事情是 那些盗国贼不代表国家 现在很多推友被五毛所误导 郭文贵干的事情不是英雄就是混蛋 我既不想当英雄我肯定不是混蛋 郭文贵过去杀人放火 流氓 骗子 丑陋 强奸犯 不管郭文贵是啥人 和我揭发盗国贼们是否盗国了 是否以黑反贪 以警反贪 是否是犯罪了 有关系吗 跟郭文贵 那个86楼 88楼这么全世界最贵的房子 跟他们拥有合法吗 他们拥有百套的房子 跟郭文贵有关系吗 他们偷了两三万亿 跟郭文贵有关系吗 没关系 跟郭文贵是流氓 是土匪 是强奸犯 是什么丑陋 没关系 郭文贵长了仨脑袋 长了六个手 没关系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 咱通过法律解决 盗国贼们不要利用国家机器 以个人的身份来起诉我 来告我 或者一起上明镜电视 咱们讲一讲 说一说 就这两三年来 打着国家的名义 以维护国家的利益 又打着是习主席的批示 然后架国于人 全世界追杀我 昨天下午 美国的司法部门跟我开会 告诉我两句话 现在中国派出来想杀你的 欲杀你的 超出了你的想象 而且禁令我 我几乎每天都去中央公园 说从现在起 这最近一星期 你不能去中央公园 要等待他们的调查 而且他们说 你根本不知道北京 有些人是准备什么招对付你 我说你们挑拨离间 我们的国家政府 没那么坏 只是那几个人那么坏 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 我是发自内心的 我没有任何战略的考虑 这是事实 绝大多数人是好的 我可千万不想掺和到任何 所谓的要推翻共产党 然后改变国家 叫我一个人 你们太高看郭文贵了 郭文贵真没这本事 文贵可没这能力 更没这野心 我只想实现七条 郭七条 郭七条的实现 必须是有民主和自由 相对的空间和条件 作为配套才能实现郭七条 而且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不能乱 谁让中国乱 谁就是中国的罪人 绝对不等于说乱了 中国才能进步 才能文明 我绝不同意 印度没有乱 他也实现民主了 新加坡没有乱 他也实现了 这个特设式的民主和自由 法治社会 香港也没用乱 他也实现了法治了 台湾也没有大乱死人 台湾也有了民主了 为啥中国非要死人乱呢 非要把这个党给他推翻呢 如果共产党 把这一个衣服 换换颜色 洗干净 承认一些过去的像六四这件事情 彻底解决 分成两派 像美国一样 实际上就是两党吗 就两派吗 能给社会带来幸福安详 公平公正 民主自由法治 何尝不可呀 郭文贵无权力 无能力来评价这事 我只想推我的国际条 我爆料不会停 那就是让所有的看官必须清楚 如果有一天 你被抓起来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法治 都不能给你公正的审判 你就会得到了 被徐明 李明的下场 雷洋的下场 如果中国人不推上法治 都可能变成雷洋 变成叶书斌 变成709律师 变成这些老兵 变成这个一珠宝和范洋 头两天几个老兵 给我单独视频 有几个老兵讲的 毕竟是老同志 讲的有道理 说我们都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有能力也有胆量 走上街头 做我们一些事情 但是 现在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 不需要这样 需要的是大家团结起来 争取到真正大家想要的 而不是拿几个人想要的 而不是一己之私 我完全战争 这些老兵们的很多家人 还在现役部队里面 现役部队的这些当兵的 跟家人都是 都在保持着联系 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不相信 好多领导 所谓那些官员们 真正知道真相 这种官僚体制 大分坑的文化 上七下片 不可能让中央知道真相 我最近跟他们联系很多 他们跟我讲述了很多 现役人的 他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我看到了一丝的希望 就是在务实的 用实力 用行动 在追求自己想要 所以我今天想说 盗国贼们 不代表国家 国家利益 和盗国贼们 是矛盾的 我在做着 维护着国家利益的事情 我反的是盗国贼 我推行的是郭七条 不存在招安 就没有梁山 怎么可以存在招安呢 郭文贵也承担不起 很多人给我赋予的 神圣的和那些责任 我做不到 我只做我能做到的事 我只说我能做到的话 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帮我 我也不会要求任何人 为我做什么 我连自己的事都做不好 我有什么资格 去要求别人去 我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有什么资格 要求别人去为我做事情 和有什么能力 去解决别人的事情 不可能的 所以 我再次的奉劝 所有的五毛们和七毛们 你们批评是没问题 那是你们的工作 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 你们的家人 你们的兄弟姐妹 包括你们的未来 这子子孙孙 一定会问你曾经做过什么 我不希望你们那天 在你们子孙面前撒谎 和脸红 或被你子孙吐一脸吐沫 因为文贵不怕你 侮辱 这是在大风坑游了那么多年了 被胡舒立女士 韦石 薄讯 都把我妖魔化成那样了 还能再妖魔化吗 杀人 强奸 一个国家录视频 无助我 还能把我说成什么样呢 我都不在乎了 我在乎的事情 我希望你们 不要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来让这些盗国贼们 逃脱应有的制裁 这才是国家的利益 所以 我希望某些领导 不要跟我说 我做的事情 是伤害国家 他们不代表国家 他们是盗国贼 我相信习主席 一定会弄明白 谁到底是盗国贼 谁到底是真正的威胁 谁是国家的威胁 谁是他的威胁 这是我现在最在乎 关于 我现在这个爆料 6月16号 我们会有个大节目 接下来还有全球发布会 大家知道 从过去几个月来 大家记忆最深刻的是 511 529 5月11号的爆料 和5月29号的爆料 大家都看到了 511当时就达到了40多万 后来60万 现在这个 529已经达到80万了 而事实上在推特看 已经2900万的转播率 在国内绝对超过6个亿 6亿次 广泛流传 现在的这个文贵的直播视频 已经超出了所有的当初不看好文贵人们的想象 为什么 不是文贵多厉害 也不是说今天这个有什么神人高筑 是天意 是人民的需要 是人民的力量 是真相的需要 这些感人的故事我没办法说了 远在 一春的 一春的 我大概将近 30多年前 我15岁时候去过住过的一个交通 那是东北的就是那种汽车旅馆吧 那时候没汽车呢 就是来往的这个车店住的一个开旅馆的家人 还记得我文贵郭老七 给我发推特 讲述了我当年住在那个炕上 然后呢这个怎么跟他们一家人吃饭 然后大家怎么看我的 最后对我的这个直播视频进行了点评 说的我真是激动万分 他说你现在如果再回来看到一春 当时那个地方很多被开发了 当初的谁这是谁 现在成了地产开发商 谁这是谁已经是换了多少媳妇 谁这是谁已经被枪毙了 听到的不是死亡 就是爆发官商勾结 官商勾兑吧 别勾结了 而且既然是这么大的发展了 没人看到希望 文贵的视频直播竟然传到那里去了 而是这么多人看 说当地现在的公安 他们家人有在公安队伍的 已经在查封郭文贵视频成了首要任务 为什么就像我上次说的 现在人类最大的文明就是信息 信息科技信息文明 我们现在还搞信息屏蔽 真是腻了天了 背天呐 这不符合国家利益啊 我到现在看不明白 在海外所有的骂中央领导的和所谓骂共产党的骂国家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没啥了不起的 就这点自信都没有 就被这些盗国贼们欺骗了 是他们在海外有钱 有私生女 有房子 有巨额资产 怕传到国内去 结果绑架了国家 以国家的名义 以人民的名义 以国家的利益 搞了长城 悲剧啊 这真是巨大的悲剧啊 但是能挡得住吗 是个傻子 任何有政治强识都知道啊 什么时候的水 洪水来了 只能是引流 不可阻挡 这比洪水要严重的多 力量大的多 今天文贵的直播视频 我就是想说的事情 我关于对六四的观点 和国家与盗国贼之间的关系 还有崔友们所谓我被招安的 我的回复 还有郭文贵的追求 就是国旗条 检验郭文贵 永远给我三年时间 是否我还推动国旗条 是否我为此 不惜代价 不顾生命 追求国旗条 是评价文贵的唯一标准 其他的文贵 既无法承担 也无法承诺 也不负责 推动国旗条 我与推友们共享 我没有任何奢求 没有任何对你们的要求 郭文贵不配 也不会 我衷心的希望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您要问自己 我自己能做什么 我未来又能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永远被西方人认为 我们是精神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侏儒 我希望所有的推友们 和我一起 咱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也非常感谢批评文贵的推友 让我更加的进步 我也感谢所有的推友们 对文贵的这种坚定的信任和支持 我首先希望推友们之间不要互相喷 不要互相掐 特别是不要互相骂脏话 太没必要了 还有所有给我爆料的朋友 千万记住 如果你能做的事情 不要找文贵做 如果你觉得有料需要文贵能做的 比如说头两天有个朋友 给我推了一个现任常委 他家人的房子的问题 我非常感激 我未来会爆出来 但是你本身就是你家仇 你让文贵来说 实在是这不好 全国上下应该 有一千个 一万个 一亿个文贵 这个社会多么的美好啊 国家能不强大吗 这就是文贵期盼的 我在 在六月六号上午八点钟 继续文贵报平安直播视频 在这个期间 我每天会继续给推友们发短暂的视频 还有推文 向大家报平安 还有分享我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向你们汇报 最后 我再次的希望我们的六四的家属们 在这一刻 不要流眼泪 不要痛苦 因为 世界上没有像你们活着的人当中 还拥有家里这样的英雄 这应该高兴 因为 没有多少人家里有这样的英雄 我们的很多家人里面拥有的是 大度翩翩的贪官 和嘴巴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诸如此的人 凡是那一天的英雄 都会被铭记 都会被尊重 而且 我相信会被传承 文贵再次向你们表示 是忠心的崇敬 六四 是郭文贵人生转折点 永远不会忘记 郭文贵没做任何事情 做的那点小事实在是 现在想起来 都不配说 但是 文贵会把这个爆料行动 过气条 走下去 等到三年时 希望你们给文贵一个评价 忠心的希望 所有的推友们 在此时此刻 和文贵能闭上眼睛 想上几分钟 纪念那些英雄们 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我们六月六号见 谢谢 谢谢